尊敬的各位同事 各位朋友 很高興在這美好時節 同大家齊聚歇安 暢序友誼 共化合作 藉此機會 我僅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 再次對各位朋友的到來 表示熱烈的歡迎 當今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 國際和地區形勢 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 機遇和挑戰都前所未有 在這個關鍵歷史時刻 我們召開中國中亞峰會 順應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 體現世代友好的人民期盼 必將對中國和中亞國家關係 發展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並具有世界意義 中方願同各方一道 以先峰會為契機 總結歷史經驗 剝劃 合作藍圖 展現凝聚力 行動力 創造力 共同推動中國中亞關係 行穩 致遠 下面根據議程 我首先代表 中方做會議 正式發言 尊敬的各位同事 女士們 先生們 朋友們 歡迎大家來西安 出席中國中亞峰會 共商 中國同中亞五國 合作大紀 西安古城長安 是中華民族 中華文明的 重要發祥地之一 也是古絲綢之路的 東方起點 兩千一百多年前 中國漢代使者 張謙 自長安出發 出使西域 打開了中國 同中亞友好 交往的大門 千百年來 中國同中亞各族人民 一道 推動了絲綢之路的 興趣和繁榮 為世界文明交流 交融 豐富發展 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中國唐代詩人 李白 曾有過 《長安副寫手》 《再顧重千金》的詩句 今天我們在西安相聚 續寫《千年友情》 開幣 崭新未來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零一三年 我擔任中國國家主席後 首次出訪中亞 提出 《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 十年來 中國同中亞國家 攜手推動 《絲綢之路全面復興》 勤力打造面向未來的深度合作 將雙方關係帶入一個崭新時代 橫跨天山的中基屋公路 征服帕米爾高原的中塔公路 穿越茫茫大漠的 中哈原油管道 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 就是當代的思路 日夜兼程的中歐班列 不絕於圖的 不絕於圖的貨運汽車 往來不歇的 空中航班 就是當代的 駝隊 尋覓商機的企業家 抗擊新冠疫情的醫護人員 傳遞友誼之聲的文化工作者 上下求所 上下求所的留學生 就是當代的友好使者 中國跟中亞國家關係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 廣泛的現實需求 坚實的民意基礎 在新時代 在新時代煥發出 勃勃生機和旺盛活力 各位同事 當前 百年變局加速演進 世界之變 時代之變 歷史之變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 中亞是大陸的中心 处在連通東西 貫穿南北的十字路口 世界需要一個穩定的中亞 中亞國家主權安全獨立領土完整 必須得到維護 中亞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 必須得到尊重 中亞地區致力於和平和睦 安寧的努力 必須得到支持 世界需要一個繁榮的中亞 一個充滿活力 蒸蒸日上的中亞 將實現地區各國人民 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也將為世界經濟復蘇發展 注入強勁動力 世界需要一個和諧的中亞 兄弟情義 兄弟情義 胜過一切財富 民族衝突 宗教紛爭 文化隔閣 不是中亞的主調 團結 包容 和睦 才是中亞人民的追求 任何人都無權在中亞 製造不合 對立 更不應該從中謀取 政治私利 世界需要一個聯通的中亞 中亞 中亞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有基礎 有條件 有能力 成為亞歐大陸重要的 互聯互通樞紐 為世界商品交換 文明交流 科技發展 做出中亞貢獻 各位同事 去年 我們 舉行慶祝中國同中亞五國建交 三十周年視頻峰會時 共同宣布建設 中國中亞命運共同體 這是我們在新的時代背景下 著眼於各國人民根本利益和光明未來 做出的歷史性選擇 建設中國中亞命運共同體 要做到四個堅持 一是堅持守望相助 我們要深化戰略互信 在設計主權 在設計主權 獨立 民族尊嚴 長遠發展等核心利益問題上 始終給予彼此明確 有力支持 二是堅持 携手建設一個守望相助 團結互信的共同體 二是堅持共同發展 我們要繼續在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方面 走在前列 推動落實全球發展倡議 充分釋放經貿 產能 能源 交通等傳統合作潛力 打造金融 農業 減品 綠色低碳 醫療衛生 數字創新等新增長點 携手建立一個合作共贏 相互成就的共同體 三是堅持普遍安全 我們要共同踐行全球安全倡議 堅決反對 外部勢力干涉地區國家內政 策動顏色革命 保持對三股勢力零容忍 著力破解地區安全困境 攜手建設一個遠離衝突 永目和平的共同體 四是堅持世代友好 我們要劍行全球文明倡議 更續傳統友誼 密切人緣往來 加強治國理政經驗交流 深化文明互建 增進相互理解 助勞中國和中亞國家人民 世代友好的基石 攜手建設一個相知相親 同心同德的共同體 各位同事 這次峰會為中國和中亞合作搭建了新平臺 開闢了新前景 中國願意舉辦這次峰會為契機 同各方密切配合 將中國中亞合作規劃好 建設好發展好 一是加強機制建設 我們已經成立外交 經貿海關等會務機制和實業家委員會 中方還倡議成立產業與投資 農業、交通、應急管理、教育、政黨等領域會晤和對話機制 為各國開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搭建廣泛平臺 二是拓展經貿關係 中方將出台更多貿易便利化舉措 升級雙邊貿協定 實現雙方邊境口案 農夫產品快速通關綠色通道全覆蓋 舉辦聚合中亞雲品主題活動 打造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推動貿易規模賣上新台間 三是深化互聯互通 中方將全面提升跨境運輸搏貨量 支持跨離海國際運輸走廊建設 提升中基屋 提升中基屋 中塔屋公路通行能力 推進中基屋鐵路項目 對接磋商 加快現有口岸 加快現有口岸現代化改造 增開別地里口岸 大力推進 航空運輸市場開放 發展地區物流網絡 加快中歐班列 集結中心建設 鼓勵優勢企業在中亞國家 建設海外艙 構建綜合數字服務平台 四是擴大能源合作 中方倡議建立中國中亞能源發展夥伴關係 加快推進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地線建設 擴大雙方油氣貿易規模 發展能源全產業鏈合作 加強新能源與和平利用核能合作 五是推進 綠色創新 中方願同中亞國家在鹽檢地治理開發 節水灌溉等領域開展合作 共同建設漢區農業聯合試驗室 推動解決咸海生態危機 支持在中亞建立高技術企業 信息技術產業園 中方歡迎中亞國家參與可持續發展技術 創新創新創業 空間信息科技等一帶一路專項合作計劃 六是提升發展能力 中方將制定中國同中亞國家科技減頻專項合作計劃 實施中國中亞技術技能提升計劃 在中亞國家設立更多鲁班工坊 鼓勵在中亞的中資企業為當地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為助力中國同中亞國家合作和中亞國家自身發展 提供總額260億元人民幣的融資支持和無償援助 提示加強文明對話 中方邀請中亞國家參與文化思路計劃 將在中亞設立更多傳統醫學中心 加快互設文化中心 繼續向中亞國家提供政府獎學金名額 支持中亞國家高校加入絲綢之路大學聯盟 辦好中國同中亞國家人民文化藝術年和中國中亞媒體高端對話交流活動 推動開展中國中亞文化和旅遊之多評選活動 開行面向中亞的人文旅遊專列 巴士維護地區和平 中方願幫助中亞國家加強執法安全和防務能力建設 支持各國自主維護地區安全和反攻努力 開展網路安全合作 繼續發揮阿富汗鄰國協調機制作用 共同推動阿富汗和平重建 各位同事 去年10月 中國共產黨第20次全國代務大會成功召開 明確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 以中國式現代化 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心任務 匯救了中國未來發展的宏偉藍圖 我們願同中亞國家加強現代化理念和實踐交流 推進發展展 推進發展戰略對接 為合作創造更多機遇 協力推動六國現代化進程 尊敬的各位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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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陝西有句農言 只要功夫身土裡出黃金 中亞諺語也說 付出就有回報 播種就能收穫 讓我們攜手並肩 團結奮鬥 積極推進 共同發展 共同賦予 共同繁榮 共同迎接六國更加美好的明天 出發展 出發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